引讯樣子 Hepburn ooh 開始上課 我們上一次介紹了文分解合裡頭重要的概念 covariant derivative 這 covariant derivative牽涉到一個 Deo operator 它把一個general的一個kl type tensor field 把它map到kl plus 1 type tensor field 那我們上次寫過它的這個就是component的明確的形式 我現在把這個最簡單的 也是我們上一次介紹 covalent derivative一開始所談的例子 這個寫一下 就是 對一個vector取covalent derivative 那它就變成是 因為vector是一個10 type tensor 那你微分以後就變成是1,1 type tensor 那這個1,1 type tensor的component 有一個上標一個下標 那這個我們把它寫作 del nu v mu 那我們上一次已經看到 如果我引入一個額外的object 一個結構叫做connection 那麼讓這個del nu v mu呢 這component寫下來除了這個偏微分下 因為我們談的是微分嘛 這個covalent derivative 那一定會牽涉到偏微分 可是偏微分還不夠 你還牽涉到一項是lambda nu mu 抱歉我應該這麼寫 mu是寫上面 ok 因為左邊有一個free index 所以右邊一定有一個free index mu 然後這邊nu呢是寫在前面 然後是lambda 然後v lambda 那其中這一組有 表面上看有一個上標兩個下標的 這一組object 我們把它叫做connection coefficient 那我上一次可能沒有提 我今天提一下 也又稱作crystopher symbols 在這個60年代70年代所寫的廣下論論的教科書 大概這個gamma一般會被稱作crystopher symbols ok 好 如果我們要求gamma在坐標轉換之下 有我們上次所推導出來的明確的轉換關係 則我們上次已經看到了 這個如此一來 這個del nu v mu 的確是一個one one type tensor it is indeed 它是一個one one type tensor feel ok 那我們講feel是說 強調空間中每一點 這個都有一個tensor ok 那現在的問題是 它你怎麼樣子來理解 這個gamma的意義 ok 我們只是從 我們上一次一開始引入這個gamma的時候 是從 這個partial nu v mu的轉換關係開始 發現說 它不會構成一個tensor ok 有轉換關係不對 所以我們引入這一個一組東西來讓它 來讓del v是一個tensor ok 那當然這就限制gamma的轉換關係 可是它的幾何一是什麼 那我上一次已經談過了 你可以把這個gamma呢 想成它是因為我們要parallel transporttensor而來的 那當然我們在這個地方特別所談的是vector而來 也就是說我們在這個比較空間中兩點的向量 因為你取微分嘛 你要比較空間中兩點的向量 可是因為這兩個向量呢 是定義在不同的這個tangent space上面 所以你如果要比較manifold上面這個 我這是畫得很誇張啦 我本來應該是說很相鄰兩點 ok 這個是私意圖 那你要比較這個兩個向量呢 你必須要告訴我 這兩個tangent space到底它的關係是什麼 它的關聯是什麼 所以我們這個 這就是connection這個字言的來源 對不對 我說過 我們好像數學家把它翻譯作聯絡 所以這個connection是告訴我 這個tangent space 我怎麼把它這個聯繫起來 那具體一點講 我已經說過 假如說我們是沿著某一條path上面 相鄰兩點 然後我去看 如何對這兩個向量 取它的difference 那我必須要把這個向量做平移 ok 就是parallel transport 我做平移 平移完了之後再取它的difference 然後這個difference 就這個有幾何意義了 ok 因為我們現在是把這個向量 假如說這個是一點p 然後這一點是p' 那p'這一點的向量 這個向量本來是存在於p'這一點的tangent space上面 那我要做一個平移的操作 那讓p'這一點出現一個向量 我認定它跟這個向量是平行的 那這兩個向量都是存在於p'這一點的tangent space裡頭 所以我可以 因為它是屬於同一個tangent 同一個vector space 所以我可以做這個加減 那這個向量 這個就是我們取這個covenant derivative的基礎 ok 那這些我上次都講過了 ok 那我上次也提過 如果你還要再更進一步看的 這個覺得說更明確一點 那我曾經依據我們課本的說明 舉例用什麼 用這個極坐標polar coordinate為例來說明 即便是這個平空間 我這麼說明的時候大家可能會想說 oh,covenant derivative只是因為 這個你考慮的是這個curved space 彎曲空間你才需要這個對covenant 你才要定義這個connection 那其實不然即便我們所談的是一個很 最簡單的例子 例如說就是flatr2 ok 只要我們用的不是這個cartesian coordinate 用的是極坐標 那麼我們空間中例如說這一點 它的r 它的r 就是er ok 我寫er 然後這個是什麼 這是ec打 跟這一點的er,ec打 我們知道 並不是這個相互平行的 因此 我如果 有一個向量 我用這個橘色箭頭來代表 那它有component 那我把它平移到這裡 平移到 從這一點平移到這一點這個向量 那它的component 就不會一樣啊 喔 這可能畫得太 看起來是一樣 好了 這示意圖的 你們知道 就是 就是這一段 跟這一段 並不一定相等 ok 假如說這個是有vr vc打 那我現在有這個v'rv'c打 那我這個是v'r 這個是vr 那雖然這兩個向量 我們知道它是這個平行的向量 方向一樣大小相等 可是這個並不一定 這兩個並不一定相等 ok 所以我們不能夠在取這個微分的時候 不能夠只是讓這個vr 這個 跟v'r直接去比較 如果說 我有另外一個向量 在這裡 例如說我有一個向量場 那我要比較這兩個向量的時候 我不能夠只是去比較 這兩個向量的component 那你必須要去考慮到說 我這個平移到這邊來以後 v'r不見得是等於vr 你要做修正 那就是那個修正 引出了這個connection ok 所以我上次也有提到 說我們這個 delv 如果再從這個觀點去看的話 那我們可以把它想成說 這個v是什麼 是vmu partialmu 那partialmu 我姑且就把它這個 它的這個基底向量把它寫得 這個 這個 清楚一點 ok 那你 這個del呢 假如說是 delmu 好了 ok 那你可以把它看成說 它就是partial derivative 然後這個是等於 然後這個是等於 就是你如果 心中記的這個 一的 這個定義 是會隨著時空點而變的 空間中不同點 這個一 會有變化 那麼你這個 如果是那樣的話 那你的確是 這個 covalent derivative 就可以把它寫成partial derivative 那這個的答案 那這個是等於 partialmu vmu emu 再加上 vmu partialnu emu 那我們如果定義 就是 partialnu emu 是等於 這個是 我姑且把它叫α 好了 eα 然後這個是 抱歉 我 對 ok 所以這個是 nu mu ok 我定義 它是這樣 就是 partialnu emu 是這樣子 如果是這樣 那我這個就可以把它寫成是 partialnu vmu 加上 這個是 我把mu叫α α α叫mu 所以這個是 nuα 然後是 vα 然後是 vmu ok 所以 這個式子 其中的第二個部分 我們的interpretation 是 因為 我的coordinate basis 我的basis 在空間中 不是fixed 所以我必須要考慮 我不能夠忽略掉 γ這一下 好 我們具體一點看example ok 什麼東西都比不過 在學習的時候都比不過一個清楚的example 允許我 就上面所 談的這個polar coordinate rθ 來看 在這個coordinate底下 我們 需要用上什麼樣子的γ 好 這個polar coordinate rθ 跟xy的關係是什麼 是x 是等於r cosc的 然後y 是等於r sinc的 所以 我們的 er 是等於d by dr 對不對 partial by partial r 因為我們的e mu 我們講過e mu就是等於partial mu 就是等於partial by partial xv 對不對 這個是基底向量 所以 每一個v 等於v mu partial mu 就是等於v mu e mu 好 那這個是等於什麼 我們把er跟exey的關係寫下來 我們把er跟exey的關係寫下來 我寫下來大家就會知道 目的是什麼 所以這個是等於 利用chain rule 我知道這件事情 那這個是等於x 對不對 ex 所以就是i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等於j嘛 partial by partial x OK 或者是就是等於ex 然後這是等於ey 那這是等於什麼 把它微分下來 x對r的偏微分 這是等於cosc的 然後是ex 加上 抱歉 對 加上sinc的ey 好 我們來看看e c的是什麼 e c的是等於 根據定義 partial by partial theta 所以這個是等於 partial by partial theta 又簽入了 把這個partial by partial theta 展開來 那x對 theta的偏微分 所以x對 theta偏微分 當然是等於minus r sin theta 然後這個是ex 然後這個對 theta的偏微分 然後這個對 theta的偏微分 是r cos theta 然後是ey 好 所以我們這個很清楚看到er 隨著 theta的改變 這個er會變化 那e theta 除了隨著 theta改變它會變化 r的改變也會讓e theta變化 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根據這個定義 我把那個定義放在那邊 我們來算一下 我們這個gamma應該是什麼 所以我們來算一下 這是什麼 那這個就是對r微分嘛 就是er對r取偏微分 這個沒有rdependence x跟y是什麼 是fixed 是cartesian coordinate 所以這是等於0 對不對 可是這個是等於什麼 這是等於gamma 寫在這邊 我在寫 寫在這邊再寫一遍 OK 我們下寫一遍 partial nu 1mu 是等於gamma nu mu lambda 1lambda 所以rr就是等於gamma rr 然後是lambda 1lambda 因此馬上得到一個結果 怎麼樣 gamma lambda rr是等於0 for all lambda 對不對 不管lambda是r或者θ 這個都等於0 好 然後再來看 這個對θ的微分 1θ對θ的微分 那你就有什麼 minus cosθ minus sinθ 然後是1x 然後是sinθ的微分 是cosθ 1y 那這是等於什麼呢 這是剛好是等於1θ 除以r 對不對 所以這是等於r分之1 1θ ok 1θ在這裡對不對 有人有在懷疑嗎 抱歉r 是的你們的懷疑是有道理的 我寫錯了這是r ok抱歉 你們坐的遠一點就有這個overview ok就能夠看得很清楚的時候我這個近的看會看走影 好有沒有問題 對不對就是r對θ的偏微分是這一個可以吧 其實你心算是可以跟得上對不對 你這個眼睛看黑板 ok 所以因此我們知道什麼 知道就是gamma 然後是θrμ λ 我現在叫λ 1λ 因為這個的定義根據這個 對不對 ν是θ μ是r 把這個寫下來應該是這樣 就是這一個東西 這個應該是等於這樣子對不對 因此我們知道 γ θθθr是等於r分之1 其他為0 對不對 我只寫出不為0的這個項 沒有寫出來就是為0 可不可以 就是這個是等於這一個 因此λ 只有θ λ等於θr 所以不等於其他 好 那我們再來看 把這個東西對r去 把1θ對r去 這個微分 所以這個是等於 minus sinθ 加上cosθ 所以這是等於 minus sinθ 1θ 1x 1x 加上cosθ 1y 又是什麼呢 又是等於r分之1 1θ 對吧 我有沒有算錯 ok 所以這又是等於什麼 這又是等於γ γ rθλ 1λ 因此我們知道 γ rθ 抱歉 rθ θ 等於r分之1 沒有寫出來是0 ok 然後呢再來 對θ 對θ 取編為分 這個是等於 minus r cosθ 1x 加上 我減掉 r sinθ 1y 這個 這個是等於 minus r 1r 對不對 這個是要等於γ θθλ1λ 所以 只有λ等於r的時候 γθθ r不為0 所以它是等於 minus r ok 這是一個簡單的一個example 我們上課就做這種最簡單的example 我們會有習題讓你做比較複雜的這個 去計算這個γ 因為在 等一下 你們就會看到 計算γ是 廣安相對鏈裡頭 這個 不能避免的事情 那當然 你可以 利用電腦去幫助你做 這一些 並不困難 但是就是 直接了當的計算 有問題吧 那一個 你說這個 就是cd 因為這是cd 抱歉 我寫清楚一點cd 可以吧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好 所以 這個我們已經示範了 這個怎麼得到γ 那我上一次呢 那我上一次呢 還介紹了這個paleo transport的這個方程式 我上一次 我上一次 這個我等一下再回來好了 我現在先往下講 我還是這個不能避開 OK 我們現在假如說 看manifold上面一條path 這條path是xμ ofλ 那我要 這個 去了解 一個vector field in general tensor field都可以考慮 不過我們現在這個 就舉例子 就談這個vector field 我們要談說 談這個vector field 沿著這條path 他的covalent derivative是如何 所以呢我們就 上次就已經引入了這個notation 那他的定義是什麼呢 他的定義 是等於dxμ by dλμ 也就是沿著μ方向 的covalent derivative 可是這個μ方向 是要受到dxμ by dλ的 這個 的支配的限制的控制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tangent vector對不對 dxμ by dλ 是tangent vector 所以我們 就從他的這個定義 從這個定義就知道說 我們現在所算的是 這個vector field 沿著這個tangent vector的方向 的covalent derivative 所以 比如說我們 引入這個概念 所以如果說 d by dλ 例如說v等於0 則我們知道v沿著 這一條path 它都是平行的 它都是平行的 從我們上次的說明 對不對 因為我們這個 我剛剛插掉 我們是把這個向量平移到這裡 跟它相減 去定義 covalent derivative 那如果covalent derivative 如果這個 所以這個是等於什麼 這是等於dxμ dλ 然後delμ v等於0 所以這個等於0 是告訴我 是告訴我 delμv等於0 沿著這個方向 所以也就是說 沿著這個切線的方向 這些向量是平行的 所以我上次已經講過 就是說 vector 或者是tensor t 或者是vector v 是 就是這個 是parallel transport along 沿著 curve x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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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現在要來介紹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假設 我們所談論的這個manifold 上面 我們已經引入了一個metric tensor gμν 我上一次在介紹covalent derivative的時候 並沒有涉及gμν 也就是說 即便這個manifold 我們沒有去談論長短的概念 因為gμν 才可以帶給我們長短的概念 distance的概念 告訴我們一個vector是多長 假如我們沒有引入 這個metric tensor 我們仍然可以去談論 parallel transport 仍然可以去談論 covalent derivative 但是 如果 我們這個manifold 存在 一個g 就gμν dxμ dxν 則我們可以去定義 這個a跟b a 假如說a跟b是兩個 兩個向量 或v跟w 我寫v跟w v是一個向量 所以它是等於vμ partialμ w是等於wμ partialμ 那有了gμ之後 我們可以去看 v跟w的內積嘛 所以這個就是等於 所以這個就是等於g 小gμμ vμ vμ 那這是一個scalar 那這是一個scalar 這是一個scalar 這是一個scalar 也就是說 這是等於g'μμ v'μ v'μ' 那這個是我們說這個把它看成說 這個是v跟w的inner product inner product 那個v Vb 那如果我們現在來看 就是說空間中有v跟w 兩個向量長 那我現在來考慮沿著某一條曲線 x mu of lambda 所以在x mu of lambda上面每一個點 都有一個V向量 都有一個W向量 那我現在來看 如果 或者是這樣子 抱歉 這個d by d lambda v是等於0 是等於 我用大d 因為我那邊是大d 是等於 所以這個是v向量這是w向量 如果v向量跟w向量 沿著這條pass 滿足這個式子 也就是說沿著這一條curve v都是平行的 w也都是平行的 那我們 會問 v跟w的內積 沿著這條pass 會不會改變 如果不改變的話 它的條件是什麼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問說 這個 這個 g of vw 等於0的條件 或者是應該這樣講 我就把它直接小程式這樣子 就是d by d lambda 如果這樣子 這是一個function吧 它沿著xmu 這條pass 可不可以 這個它不改變 也就是我們的g 要跟我們的paralleled transport要配合 使得 你可以想說 v跟w它的內積 就是說v是平行平移的 在這條pass上面是平行的 w也是平行的 可是呢 這個如果我對g不加限制的話 它在 這個pass上面的兩個點 它內積不見得要一樣 那如果我要求要一樣 也就是要求 這個是不會變化的 along the pass 沿著這條pass g of vw 是不變的 OK 那我必須要求什麼 那我就取微分嘛 這就取微分 那這個的微分對不對 這就變成是 del g mu nu of x v mu of x w nu of x 我這個 其實可以不用寫啦 可是 這個 我們現在在上課吧 把它寫得 非常的 explicit 所以這個就變成是 那還記得吧 好 我們 在這個covenant division定義之下 這個Leibniz rule是滿足的 我之前有講過 Leibniz rule是滿足的 所以這個你就會發現說 它是delg 我現在就 這個 mu nu那個component 不把它寫白了 OK 這個 應該是夠清楚的 OK 所以 del的定義 讓我們知道 你把它寫開來 它是等於 展開來是這三項 可是我們知道 del v del w 是等於0吧 因為我們假設 v跟w 這個是 是parallel transported 所以因此這個要等於0 因此 如果 g的covenant division 等於0 g的 斜辯 微分等於0 把它講得 明確一點 例如說 我是把它寫成是 del 我看看我把它寫得明確一點 是用 什麼樣子的notation 例如說是 sigma g mu nu 等於0 折 兩個向量 場 這兩個向量場 在某一點有相同的內積 然後這兩個向量場 是parallel transported 這個along一條刻 則這向量場的內積是不會改變的 這個條件成立的時候 我們說我們的connection 跟metric 兩者是compatible 所以我們就說 a connection 我剛才從這裡到這裡 好像只是跳一小步 因為我並沒有明確地把這個 我把它補白 就是從這個 我們知道 d by d lambda 我剛才說 這個是等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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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是along 這條path 所以我們要求 這個要等於0 如果這個內積沿著這條path不變的話 而這個的定義是等於 dx mu by d lambda delmu 我把這個叫sigma好了 sigma gmu nu 這個東西要等於0 OK 所以我現在給一個定義 definition 我們說一個connection gamma is metric compatible 就是gamma跟metric 是相融的 if the metric is alway parallel transported with respect to it g 這個metric tensor 但它是一個tensor field 所以 如果 gmu nu 我們空間中 某一點 我們定義出一個gmu nu 然後就利用 這個gamma去把它怎麼樣 四處平移 我剛才講這個 這個平移 我 現在這邊是用v啦 我記得我上一次是 對genal t 在做說明對不對 就是 d by d lambda t等於0 我說t是 parallel transported by 我的gamma對不對 along一個lambda 那我現在先 不管這個lambda 不管這個curve along一條curve xmu of lambda 我現在不管curve 就是 gmu nu 空間中某一點有個gmu nu 我記得利用 gamma 所定義出來的平移 將這個g 全部平移到 這個manifold上面的每個點 OK 那這樣所得到的這個 這個metric的 就gamma跟它是compatible OK 所以簡單講就是g the covariant derivative 為0 我們就說g跟gamma 這個g跟gamma 是compatible gamma跟這個g是compatible 好 有了這個概念之後 那它的 背景就是我剛講的 這個條件是 等於告訴我說 這個向量層的內積是不會動的 OK如果g是parallel transported v是parallel transported w是parallel transported 好 我現在要證明一個 一個公式 如果g跟gamma是compatible 而且gamma 是torsion free 所以也就是 也就是 gamma 相對於兩個下標 你把gamma的兩個下標交換 不會改變gamma 所以如果 if gamma is porsion free and metric compatible 也就是說 第一個 gamma 它相對於 這個兩個下標的交換 它是對稱的 第二個 則 我現在寫一個公式 then gamma跟g 就有關係 它的關係是這樣 我現在要來證明 如果這兩個條件承認 則gamma跟g torsion free 有這個關係 對了我剛才 這個 用了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來示範 gamma是什麼 對我們明確把gamma算出來 有沒有人注意到 那個 那個case的gamma 是torsion free 我們算出來就看見 這個gamma lambda mu nu 等於gamma lambda mu nu 如果沒有人注意 你再回去check 就看一下 OK 我們上一次 我們剛才的那個簡單的例子 本身是torsion free 那我說過 在廣安相對論裡頭 最簡單的廣安相對論 我們是不會去 考慮有torsion的情形 所以我們考慮的manifold都是 我考慮的這個 connection 都是torsion free 事實上數學家可以證明 如果你這個manifold 可以imbed在 higher dimension的話 然後你考慮coordinate basis 因為我們的gamma是什麼 怎麼來的 是考慮 coordinate basis vector 的變化嘛 那你如果考慮coordinate basis 然後你的manifold 就我剛講過 是可以imbed在higher dimension的話 那麼 他都是torsion free 好不管怎麼樣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從這兩個條件出發 我如何推導出這個式 那如果我知道這個關係 那以後 我有一個g我就可以得到gamma 那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我們現在來證明一下 這個證明其實很簡單 因為我們知道有delg等於0的條件 所以我就把delg等於0 這個方程式把它寫下來 ok 所以我寫一下 我就寫delrho gmu nu 是等於partialrho gmu nu 減掉gamma lambda rho mu glambda nu 減掉gamma lambda rho nu gmu lambda 這個要等於0 我們講過了 這個對於0 type tensor 取covalent derivative 你要加上gamma tilde 什麼有沒有 那個gamma tilde 我們上次證明是誰 minus gamma 所以你看一下 我把第一個下標 就是g的第一個下標 就是g的第一個下標 這個tensor的第一個下標 用一個free index來取代 ok 然後呢 這個gamma 在我的定義底下 在我 所採用的 這個convention底下 我的這個前面 這個del這個 這個微分的這個index 都是放在gamma的第一個index 我說過 我上次講過 有些課本把它放在後頭 ok我現在是把它放到前面 ok所以就是gamma rho 那你這個lambda一定是配合 這個free index一定配合gamma的上標 這個lambda 那剩下的就是這個mu 對不對 那剩下的有另外一個nu就這樣擺 ok 那其再來就是對於 第二個 index g的第二個index 做同樣的事情 所以就是lambda ok那你這個nu呢就放到前面來 ok就是這個nu呢 就放到gamma rho已經用掉了 就放到gamma的第二個 subindex 好這個是 這個delg等於0 這個方程式把它 這個explicit寫出來 那我要證明上面這個式子呢 我要把 上面這個方程式寫三遍 但是呢 我要把這個index呢 這個 做一些 這個 適當的substitution 或者是做這個cyclic 這個 substitution 我把它寫下來大家就知道 delmu rho nu rho 抱歉我有兩個rho 然後這是等於 partialmu g nu rho 減掉gamma lambda mu nu g lambda rho 減掉gamma lambda mu rho g nu lambda 等於0 同樣的式子只是index 把rho叫mu mu叫nu nu叫rho 你看大家可以看到我這個是做一個 這個 cyclic的這個 change OK 抱歉 g 我剛才講 yes 謝謝 OK g 然後呢 再來 是 del neu neu g rho mu 是等於 partial nu g rho mu 減掉gamma lambda neu rho g lambda mu 減掉gamma lambda neu mu g rho lambda 這個也等於 OK 一樣 再 轉一遍 現在 neu rho 往前shift mu掉到最後 我現在要做的是 第一項減掉第二項 減掉第三項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如果我要求gamma 是tortion free 這一項會等於這一項 對不對 這一項等於這一項 因為neu rho rho nu 所以 這個相減 我要是第一項減掉 第二項跟 第三項 第一個等式減掉 第二個等式 跟第三等式 所以 他跟他相減掉 那當然我們知道這個 g也是symmetric 我們所定義的這個g是symmetric 這個 我們以前應該講過 我們所 g這個metric 然後我看看還有哪兩個要相減掉 這兩個要相減掉 因此 減完之後 就會變成什麼 就會變成是 這一項 減掉這一項 減掉這一項 所以就變成是 partial rho gmu nu 減掉 partial mu gmu rho 減掉partial nu g rho mu 抱歉 還要再 加上 這一項 減掉這一項 再加上這兩項 加上這兩項 這兩項是相等 因為mu nu跟nu 是加上兩倍的 gamma lambda mu nu g lambda rho OK OK 有沒有問題 大家做的遠一點可以看到我這些index沒有算錯 這是真的是很痛苦的事情 OK 你在這個黑白上面要注意到這些index沒有出錯 可能比不上你們做的遠一點 就是眼睛看 我這個index 可以吧 然後 然後 我現在就有這個等式了 我現在乘以 g sigma rho 也就是乘上gsigma rho 然後sum over rho 就是我現在有一個等式 我有三個free index rho, mu, nu 這個lambda是要 累加起來的 然後我現在這個等式乘上gsigma rho 那因為 這裡頭有rho 所以我等於說乘上gsigma rho 還要再sum over rho 對不對 sum over rho這個是 知道要做的 OK 好 那我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做了這件事情 我就得到 我們來看最後一項 我這個最後一項 這最後一項 最後一項 我來看最後這一項 我先把它寫下來 最後一項是兩倍的gamma lambda mu nu 然後是 gsigma rho g lambda rho 這個是 delta sigma lambda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等於 兩倍的gamma sigma mu nu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就移項 我現在就把 兩倍的gamma sigma mu nu 然後把這三項移到右邊 所以是等於 g rho gsigma rho 然後是 這兩項移到 方程式右邊 這兩個minus sin 就變成plus sin 然後減掉這一項 所以是等於 partial mu g nu rho 加上 partial nu g mu rho 減掉 partial rho g mu nu OK 我只是把 這三項移到右邊 那這兩項 變成變號變成positive 把它寫在前面 這一項 前面變成符號 寫在第三項 可以吧 OK 那當然 這個二分之一 左邊右邊一相乘 就得到這一個 那這個就是我 寫在這裡 抱歉 我 有同學可能還沒有 就這一個就是這一個 有沒有問題 所以當我們對 gamma 設下條件 就是要求gamma是metric compatible 或者反過來你對g 設下條件隨便你怎麼講 就是我們要求 gamma是tortion free 而且delg等於0 所以我們 gamma就不能隨便設了 gamma跟g就要發生 就是他們就有明確的關係 你知道g你就可以去算gamma 那這一個 gamma呢 我剛才講過說 他就是 我們把他叫做 connection coefficient 也把他稱作 Christopher symbol 那麼在 老一點的書呢 有一個 比較 有趣的符號 把他寫成是 這個 把他寫成是sigma sigma mu nu 如果看老一點的書有這個notation 當然 刻意的把他寫成這個樣子 也許有一個功能就是讓我們 明確知道 這個不是一個tensor 因為我們tensor不會這麼寫 我們tensor寫一個t 上標下標 那我講過說這個is not a tensor 對不對 好 有沒有問題 我現在要介紹一個概念 我們之前已經談過了 就geodesic 既然以前講過不能說介紹 我們以前是 在flate space time 這個相對論 狹野相對論裡頭有談過 這個 proper time 是極大或極小的 情形 有沒有 這個談geodesic 我現在是 在一個general的manifold上面 來談geodesic 平常我們談geodesic的 我說 就側地線或極端線 側地 或極端 就是extremal 就是 假如說我 在manifold上面 給任意兩點 中有一條線 我們把它稱作是 geodesic 它的性質是 它是最短距離線 當然你把 你函數的定義變個符號 最小就變成最大了 所以這個是最短 這個距離線 最短距離線呢 我相信大家可以同意有一個特色 就是什麼 就是 筆直的往前面走 什麼叫筆直的往前面走 就是 你的tangent vector 就是你 你這一個 這個geodesic 我把定義寫下 什麼是geodesic 什麼是極端線 a curve along which 有一條線 沿著這條線呢 the tangent vector 切向量 跟自己是平行的 is parallel transported 永遠 跟自己是平行 is parallel transported 就它是平移出去的 那也就是跟自己是平行的 所以 這個 側地線或極端線 有一個特色就是 我的 tangent vector 切向量 沿著這條線 是相互平行的 就是它是平移出去的 它是平移出去的 或者是 我在這個點 我的切向量是這樣 我走到 前面一點 我的切向量 仍然還是這樣 就切向量是 彼此平行 可以吧 這個是符合我們的這個 認知吧 可不可以 好啦 我現在先 這個當作是定義 OK 如果大家還覺得這個 真的是這樣子吧 我等一下 這個 就來看說它的確如此 因此 這個tangent vector tangent vector 它是parallel transported along 這個curve given by xmu of lambda 對不對 就是沿著 xmu of lambda 這條曲線 這個 tangent vector 等於0嘛 這個 covalent derivative 是等於0嘛 可是 vmu是什麼 vmu就是 vmu的tangent vector 就是 vmu這個tangent vector 就是dxmu by dlambda OK 因為這個是 parallel transport的條件 我說xmu is parallel transported along curve xmu of lambda 而 這個vector本身 剛好是tangent vector 那我就說 一條curve 如果它的tangent vector 滿足這個條件的話 這條curve 我把它稱作是 geodesic 那我把它寫下來 好不好 我把這個方程式 把它寫白了 為什麼是這樣 為什麼是這樣 因為我的這個d bydlambda 是不是等於d bydlambda加上gamma 然後是 dxdlambda 是這樣子的東西對不對 整個在作用到dx bydlambda 可不可以 所以就來到這裡 OK 有沒有問題 再看一下我的 capital d bydlambda的定義 OK 補上後面這一箱 好 所以 依據我這邊的定義 一條curve xmu of lambda 當它滿足這個等式的時候 它是geodesic 我可以從 另外一個方式 另外一個觀點來得到同樣的式子 我們有了g就可以定義長度 因此 如果說 有兩個點 a跟b 在manifor上面 我去計算 某一條pass xmu of lambda 連接a跟b 它的端點是a跟b 我要去算 這條pass的長度 那是什麼 那就是根號 gmu nu dxmu dxnu 是along這條pass 對不對 就從a到b b 那你 它是等於 gmu nu dxmu bydlambda dxnu bydlambda dlambda 對不對 可以嗎 所以不同的這個pass 我就會得到不同的這個長度吧 所以這個leng 對不對 我把它寫作是lab 從a到b的長度 我們這個之前曾經 複習過 這個ola lagrange equation 對不對 l是什麼 我把它寫清楚 這個l把它寫清楚 l 是xmu lambda的函數吧 從a到b 對不對 就是它是函數的函數嘛 這是一個 廣義函數 或者把它叫泛函 或叫functional 對不對 因為你要給我一條pass 一條pass是一個函數啊 所以 我們 如果我們問 是什麼樣子的pass能夠讓g 是極值 在這個case是最小值 因為我們 這個是大於等於0 就是我們去問他的最小值是多少 所以呢 就去算什麼 就把這個代入 你就 oiler lagrange equation 就是把這個函數l 或者是應該把這個integrate 代入oiler lagrange equation 這可能我用l這個長度好像有一點 因為 你們以前在力學所學到的是 s是等於l dt 對不對 是l代入oiler lagrange equation 然後 這其實很類似 你如果把lambda 當作是time 對不對 也可以啊 你假如說 你真正把這條pass想成是particle的trajectory的話 那這個參數lambda可以就選用10階吧 但這個不是一般的這個 這個 那個什麼 lagrange 我不管怎麼樣 你這個l代入oiler lagrange equation 就得到 這個extremal 的pass 他 他要滿足的條件 剛好就是等於f等ma 這我們之前講過 請回去 驗算 就當作一個席題 我今天還沒有出席題 我禮拜三會出席題 那這是我禮拜三會出的席題之一 請去驗算 你把這個integrate 帶入oiler lagrange equation 會得到這個equation OK 看看會不會得到 如果不會得到 你會得到 你會有什麼 結果OK 就check看看能不能得到 了解我在假使嗎 我現在給你這個functional 他是xμlambda的海數 那我去尋找 那個唯一的xμl 能夠使得 這個積分值 是極值 在這地方是極小值 可以check 那 這個xμl xμl 必須要滿足 一個發承式 才能夠使得 這個積分 是極值 那個發承式就剛好 是這個發承式 OK 所以 我們這個geodesy 這兩種定義是合而為一的 一個是用 長度的極值來定義 一個是怎麼樣 用這個 tangent vector是parallel 來定義 OK 這個我禮拜三出席的時候 我會寫得更 講得更 我會 好 接下來 我要來 定義什麼叫做曲率 OK 所以我現在 來 製作曲率 定義什麼叫做 Riemann Curvature Tensor 這個 Riemann Curvature Tensor 是一個 One Three Type Tensor 所以它有一個上標 有三個下標 好 所以看起來蠻嚇人的 OK 我們 這個 要處理的這個Object好像越來Index越多 OK 我們從 Gμν 然後得到γ 但γ本身不是Tensor啦 它有三個Index 現在就跳到有四個Index 一個上標三個下標 所以它是One Three Type Tensor 我先把它的定義寫下來 那我可能今天 我看看等一下 看看時間夠不夠 我來講它的意義 OK 我先把它定義寫下來 OK Covalent derivative delμ delν 我可以連續的作用 然後呢再把μ跟ν顛倒 相減 相減 也就是說這樣 我如果 有一個 Vector Field 我看它的component Vα 這個定義 就是我剛剛所講的那個操作 就是說 delμ delν commutator 那這個 commutator 我們之前講過 我們在講 V Blocker所講過 所以這是等於說 OK這個是 定義 OK 先對ν取 Covalent derivative 再對μ取 Covalent derivative 減掉先對μ取 Covalent derivative 再對ν取 Covalent derivative 再對ν方向 我的μ跟ν都是 沿著xμ嘛 就是 先對μ方向去Covalent derivative 再對ν方向去Covalent derivative 然後倒過來相減 OK 等一下我就帶大家算一下 這會是什麼 把答案寫下來 它會是等於 這個Riemann 這個Riemann Tensor 就是α β μ ν Vβ 不是我這個object 一個上標三個下標的這個 E3 Type E3 Tensor 再減掉 Torsion Tensor 或者 del β infinit 當然 我們所考慮的 T是要等於0 所以經常我們不要去管第二下 就管第一下 這R是什麼呢 把它寫下來 我先把答案寫下來 然後我們再來驗算說它果真如此 OK 抱歉 這個 對 抱歉 那個應該是Alpha 我算一下 抱歉 這個是Alpha Yes OK 我們等一下就可以驗算 到底是哪一個 好 那我現在把R寫下來 What is R R Alpha beta mu nu 是等於 Partial mu Gamma Alpha nu beta 剪掉 Partial mu Gamma Alpha mu beta 加上 Gamma Alpha mu Lambda Gamma Lambda nu beta 剪掉 Gamma Alpha nu Lambda Gamma Lambda mu beta 有沒有人還記得我早就建議你們不要修這門課 你們只要欣賞 Einstein 的這個概念就可以 OK 那你們不聽我的話非要修 所以我們終於到了考驗大家這個 當初判斷的這個 是否正確的時候 OK 你看我們這個 前面的這個預備功夫好像這個 就是我們在上個禮拜之前都還滿慢的對不對 就是有人還在抱怨說我們太煩了 OK 你終於可以 我可以快 OK 我當然不是說快 我自己把它寫下來 可是你們就知道說等一下你會期盼我說 我可以慢一點計算把這個每個項講清楚 好 我們來首先我們先來 check 就是 algebraically 來 check這個式子的這個正確性好不好 就這個 你可以把這個當成定義啦 首先大家要記得這個 R 你可以把它寫出來 它是 derivative gamma 加上 gamma gamma 然後減掉什麼 同樣的 derivative gamma加上 gamma gamma 只是你要做一些 anti-symmetrization 哪一些index要把它 anti-symmetrization 我們就在計算的過程中大家會看 但你會知道它是要對 mu nu做 anti-symmetrization 首先我們注意一點 我如果把這個寫成是 partial gamma加 gamma gamma 這個大概還不難記對不對 R是等於 partial gamma 因為你還沒有填index的時候還好 OK 還好 OK 你說我們要是 R 就是這樣 我還可以修這門課 OK 所以我現在對照你看 你如果像我這樣寫的話 你把 plus sign對不對 這一項跟這一項配在一起 這一項跟這一項配在一起 首先注意到 這個 minus sign的這兩個項 只是把 plus sign這兩項跟 mu跟 nu對調 你用眼睛可以看對不對 同不同意 有沒有注意到這一個 所以也就是說 從這裡來到這裡 它是什麼 它是 mu跟 nu對調 我們在還沒有完整的把 index 帶進去之前 你就先注意到這一點 可不可以 OK 然後你還注意到 這個 R 有一個上標 OK 好 我先 OK 先提醒大家 它的結構 是 gamma的一次微分 加上兩個 gamma相乘 減掉 這個同樣的結構 只是 mu跟 nu 這兩個 index 要對調 我們現在來證明一下 這一個式 記得我上一次在介紹 corporal derivative的時候 我們也是先從這個代數的面向著手 對不對 我說我們看出說 partial v 並不是一個 tensor 因為它的transformation rule多了一項 然後我們引入一個 gamma 讓它的transformation rule 恰到好處 使得那個多的那項消掉 所以我們先從幾何 抱歉 從代數面向 就是計算面向 不要講代數面向 就從calculational perspective 去看出 gamma的必要性 對不對 那我現在也是就純計算把它算出來 OK 因為大家以前沒有看過這個計算 所以我想我們這個地方也是 就是就帶大家算一遍 OK 然後我下一次再來說明R的幾何意義 你現在開始可以 可能還不是很全面的 不過開始可以欣賞到說 李曼的確有不簡單的頭腦 對不對 一個人能夠想出這麼一個式子 我們不能說他是 起碼他不笨 我們這樣講對不對 一個一個笨蛋不可能 你怎麼可以想出說 就是說他還必須是一個tensor 並不是說你所寫下來的任意的 這個 有一個上標三個下標的東西都是tensor 對不對 不是這樣 那我們在證明過程中可以看出 他的確是一個tensor OK 好 所以我現在就這個式子算一下 但我們都知道他不僅不是笨蛋 而且全是一個世紀像他那樣子的人物 沒幾個 OK 所以我現在先來寫一下 del mu del nu v alpha 這個是等於 這個 我現在 del nu v alpha 我把它寫下來 是等於partial nu v alpha 加上gamma alpha nu v beta v beta 這個是簡單的 這個還好 這個我們 對不對 就是del nu v alpha 是divitive加上gamma OK 那這個index都還好 因為這個是partial nu 然後這個nu放在gamma的第一個 下標的第一個位置 OK 好 那這個時候這個是一個1-1 type tensor 所以你在取corporate duit的時候 就會得出底下的項 我先把答案寫下來 partial nu 然後是del nu v beta v alpha 對不對 所以頭一項是這個 然後呢 再來是 加上gamma alpha mu lambda 我們怎麼看 有這一項 我現在是 你把這個小程說是 del mu t nu alpha 那我先先處理上標 那上標要把它當成是什麼 這個vector index來看代碼 那下標看成像是form的index來看待 OK 所以這個alpha你就有一個 gamma alpha mu lambda 可以吧 這個是t 還記得我們這個 上一次講這個general tensor the covariate derivative的定義 你是把 就這一部分是t t一個下標一個上標 可是這個gamma這一項 就好像你看 我現在這個是 這個 我現在 這個vector是只有上標沒有下標 那上標的這個alpha 這個free index 跑到gamma的上標來了 那如果 對於一個general的 一個tensor的話 你要處理 這個alpha這個index 同樣你也把它放到 這個connection term 裡頭的第一個index alpha對不對 那其他的 就一一歸位 因為這個mu要放在 這個gamma下標的第一個 那其他的就是 dummy index 那你隨便你把它叫lambda 還是叫whatever sigma 那我這個單位都把它叫lambda lambda OK 可不可以 有沒有問題 好然後呢 第二項呢 就要用減的 為什麼減的 因為是要處理下標 OK 那下標是用減的 因為就好像form 因為我們證明過 gamma tilde等於minus gamma 對 form的type的這個index 下標的index要 前面是用minus 所以等於是minus lambda mu nu partial lambda v alpha 加上gamma alpha lambda v beta v beta OK 好 我們寫出了delmu delnu v alpha之後 底下這個就很簡單了 因為你是從來寫出來 記得把mu跟nu顛倒而已 所以那就很容易 我把它寫下來 是delnu partial mu v alpha 加上gamma alpha mu beta v beta 然後是加上gamma alpha mu lambda v beta 減掉gamma lambda nu mu partial lambda v alpha 加上gamma alpha lambda beta v beta 所以一旦你把上面 這個等式右邊把它寫下來 底下這個就容易了 把mu跟nu對調 我也沒有寫錯 有沒有拿一個index寫錯 好 把它相剪 首先我們注意到兩次微分項消掉 這是最馬上就注意到的事情 OK 所以這個要減掉這一個 對不對 這兩個要相減 所以它是等於 所以我們看看能消的 這個我把它擦掉了 就是這三行要減掉下面這三行 首先這一項跟這一項是消掉的 OK 其次呢我們來看這一項 其次呢我們來看這一項 來看它對它的微分 OK 所以它就是這個對它微分 會得出什麼 會得出partial mu gamma alpha nu beta v beta 加上gamma alpha nu beta partial mu v beta 對不對 你看 就是這個微分 這個微分 gamma v 會得出這兩項 可不可以 然後你再看到 然後你再看到 partial mu gamma alpha nu beta v beta 會跟 會跟這一項是不是消掉 我看看 我看看會跟 抱歇 我抱歇 我可以 YES OK 抱歉 這一項會跟這一項消掉 可不可以 就是我把這一個作用到它 展開來兩項 然後這一項會跟這一項消掉 你把λ叫β好了 所以這一項你把λ叫做是β β叫λ 所以這一項是跟這一項相等 所以這一項跟這一項是消掉 所以同樣的 我們把這個寫開來 這會有partial nu γαμβ 然後是Vβ加上γαμβ 然後是partial nuVβ 那同樣的道理 這一項會跟這一項消掉 OK 所以這一項跟這一項消掉 OK OK 我先這個 我看看我們還能做什麼 所以我先把這一項跟這一項合併在一起 所以我先把這一項跟這一項寫下來 然後中間是相反 是partial nu γαμβ 減掉 partial nu γαμβ OK 可以吧 所以這個已經處理完了 所以這些處理完了 這個處理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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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是什麼 剩下是γγ 然後ok 剩下是 Gamma Gamma 所以我再把這個 Gamma Gamma寫在一起 把這個 Gamma 跟這個 Gamma寫在一起 所以再加上 Gamma Alpha Mu Lambda Gamma Lambda Lum B 減掉 Gamma Alpha Mu Lambda Lambda M Lub 當然整個最後還有一個 V比達在外頭 所以這兩項處理完了 這兩項處理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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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剩下第三項 我再把第三項寫下來 加上γλμnu-γλμ 然後delλVα 就是這一項跟這一項寫成這樣 對不對 這一項跟這一項 這個是delλVα 這是αμλλ 我想我應該是做對了 有沒有問題 我們是純計算 就是從純計算的這個觀點 得到這個結果 我說它的解合意義我下一次會講 不過我們就計算論計算 我有哪個index寫錯 應該你眼睛看得出來 因為我眼睛看出來了 OK 但除非我看錯 你可以回去再check OK 我剛才在說明哪一項跟哪一項消的時候 可能講得太快 你如果意思還 這一項消 我再講一遍 OK 我再講一遍 這一項消掉這一項 可以吧 這兩次微分相消掉 然後這一項你這個微分進去 因為你有兩項要微分 兩項相乘要微分 就有兩項對不對 所以這是這一項 對partialμ微分 就有這兩項 然後呢 這一項跟底下這一項是消掉 OK 這一項跟這一項消掉 這一項跟這一項消掉 你只要把bida叫做是lambda 把這裡的bida叫lambda 這一項跟這一項消掉 同理 這一項就是 這兩項相乘對 nu取偏微分 會有兩項 這一項跟這一項 那這一項是跟這一項相消的 同樣你把lambda叫bida 或把bida叫lambda 隨便你要怎麼叫 所以這一項跟這一項消掉 所以說你剩下什麼 剩下這一項 要減掉這一項 再加上這兩個γ相乘 減掉這兩個γ相乘 好吧 那這一項就是方程式 就是上面那個 左邊那個partialμγ 可不可以 你現在你可以在底下 用眼睛看 這一項就是第一項 這一項是第二項 那中間當然是相減嘛 那負號這負號是相減 因為是上面減下面 然後是這兩項相乘 就是γγ相乘 減掉這個γγ相乘 這一個跟這一個你看 只是把mu跟nu對調而已嘛 mu跟mu嘛 所以這兩項就是 相乘就這兩項 可以吧 你現在可以 你現在可以 就在我的手指的指引之下 你可以看清楚 那個是對的吧 有沒有問題 你說哪一個是減的 這一個 你說這個是不是減的 很好 對沒有錯 因為我這個mu nu 這個是減的 所以這個是減的 好 那這個呢 是等於t lambda mu nu 那我們 在我們的 這個framework底下 我們基本上 是讓它為0 ok 所以 是不是 有沒有問題 這一項 就是這一個 我寫下來的這個γ 一樣吧 我們終於算出來 我剛才是把定義寫在這邊 然後我現在算出來了 這兩個是一回事吧 ok 好 我想 我們今天 如果 我們已經沒有時間 我往下解釋 R的幾何意義 所以我下一次 解釋完R的幾何意義 之後呢 我就可以寫下I展方程式 但寫下不表示說 我們了解它 ok 所以 我們還有 很長的路要走 有沒有問題 所以 所以 目前 大家 只當作說 我 定義了一個什麼 一個 黎曼 curvature tensor 是一個one three type tensor 就是 從計算上來 定義的 對 我應該這樣講 在我下一次解釋 這個R的幾何意義之前 我們先來看它為什麼是一個tensor 它為什麼是一個tensor 因為方程式的左邊 這個是一個tensor 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tensor 這是一個tensor 所以方程式的左邊 是一個tensor 然後呢 方程式的右邊 這一項 就是跟偷學有關的項 如果它不為0 也是一個tensor 這沒問題 因此 R 跟V的contraction 會是一個tensor 因為這個只是R 跟V的contraction 那麼在這個 這個tensor的 這個討論裡頭 我可能沒有明確的講 ok 有一個定理就是 如果 兩個object 你把它contract起來 你說這個 就是寫在 對不對 這部分就把它寫成是 R α β μ ν ok 然後跟 Vβ 如果你這個 就是對Vβ累加之後 所謂contraction 我們就是contraction 就是對Vβ累加之後 這個東西是一個tensor的話 則 V是一個tensor 尤其是V是一個tensor 我應該這樣講 這個是一個tensor 方程式左邊是一個tensor 這是一個tensor 所以 兩個物體 就左邊是一個tensor 那 你可以把這個移過來啦 就是Rv 是一個tensor 因為一個tensor加一個tensor 它是一個tensor Rv是一個tensor 可是V是一個tensor 所以R是一個te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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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這個來源是因為我們這個del 是tensor 所以covd會得到tensor ok 好 今天講到這裡下課 是一個tensor 是一個tensor